这分身的实力 应该还只是斗灵界变 下一步 便要将风雷之力融入进去 并驾以锻炼 当年修炼三千雷洞 虽然从雷运中吸收了一点风雷之力 但远远不够用来锤炼分身 笨蛋 谁说一定要用风雷之力吧 那只不过是一种锤炼方式而已 用其他的能量依旧可行啊 比如你体内的异火 可比那风雷之力强横多了 尤其是那陨落心眼 你若是能够将它融入分身之内 日后即便遇到能克制灵魂的奇异能量 也丝毫不惧 如此一来 灵魂分身唯一的缺陷 也弥补了 可这陨落心眼本就是灵魂克星 灵魂分身与其一接触 不是会直接被炼化掉吗 年轻人 世间之事 大多都是富贵险中求 不拼一把 又怎么会有收获呢 再说了 陨落心眼已经被你彻底炼化 你什么时候见到它 对你的灵魂造成反噬了 我认为 可以试试 好 那就试试 先静下心来 雅蒂心眼的温度 试试找到分身能够承受住的温度极限 再逐渐提升温度 达到锤炼效果 这分身的锤炼果然困难 想要大成 我只得等到红年马月 你们小子知足吧 你我对废天那分身的观察 想必他至少锤炼了五年以上 你短短两月就能与之相等 还不满足 段个时间 那天目山脉快开启了吧 想必那地方早就人山人海了 若是再不动身 你可就连汤都喝不上一口喽 哦 天幕山脉当真名不虚传 果然是来了不少人 恐怕后方的森林状 为仙山的人更多 又来一个 这都快没地方落脚了 一个个闻到点甜头就冲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实力 整个山脉外围现在挤满了人 咱这还算宽敞的 这天山血潭三年才开启一次 谁不想进去破破 说的也是想必那些大事 是七层灵鹤 是不是凤雷阁那位凤小姐的坐骑吗 凤雷阁竟然把她给拍出来了 据说她是凤雷东阁年轻的辈中 成为阁主几率最大的一位 那这次天山血潭十人的命恶灵 定然有她了 那可说不准 这天木山脉有能量潮汐压制 从门内的强者无法忍受 只能依靠自身实力 中州藏龙卧虎者 可也不胜了 天木山脉 却让还能陷着实力强的人进入 难怪没看到 废天的老妖怪的身影 竟看了出这位凤小姐的实力 想必她身上 有能周眼齐齐的期望 算了 只要不来寻我的麻烦 我也懒得招惹她 穆长老 这次其余三阁 可曾有人前来天木山脉 哼 怎么可能不来 万剑阁的天泉剑唐英 黄泉阁的王辰 星云阁的穆青鸾 皆被派出 看来这一次的血潭之争 倒是热闹得紧 小姐 阁主临行前说了 凡事小心一些 多留一个心眼 毕竟此次天山血潭 吸引了不少北域的年轻强者 例如 那位叫做萧炎的人 小姐对于北阁主的实力 也是有所了解的 此人能从北阁主手上逃生 不可轻视 不过是借用他人力量的家伙罢了 哼 天木山脉内 能量超过限制 便会受到压制 大家只能各凭真本事 他自然也成不了气候 终于要开始了吗 终于要开始了吗 不愧是中州 如此袭警 其他地方哪有眼赴桥间 这次就顾解试一试 自己在中州年轻一辈 究竟能达到什么位置吧 两位长老 你们便留在山漫外 接下来的 瞧给我便好 是 那是凤尖二吗 小仙人一步 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实力 多谢凤小姐朱力 三千雷斗 是 不能 十万 三千雷斗 一千雷斗 二千雷斗 三千雷斗 第二集 三千雷斗 凤小姐 不过是快了你一步 就这么穷追不舍 咄咄逼人 真不愧是风雷阁的人 破掉我风雷阁的九天雷玉阵 还能从北阁主费天手中顺利逃生 可真名不虚传 是吧 硝烟 硝烟 她就是那个击杀了沈云的硝烟 那是你们风雷北阁旧游自取 若是你想帮他们报仇 我定会奉陪到底 好狂的口气 现在我也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等你到达血潭 我们再来解决这些恩怨旧账 当然 前提是你有实力到达那里 怎么走啊 可惜了 没打起来 走了走了 也不知道这两个人真正搅起手来 谁能更生一筹 等到了目的地 这两人恐怕会有一场恶战 依我看 现在不过都是想保存实力罢了 这地图根本就不管用 武器这么大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哪找得到去天山血潭的路 好 六斤魔兽 快的出击速度 阁下是否看够了 路过而已 阁下不用紧张 在下万剑阁唐英 瞧阁下有些面声 不知 他便是唐英 萧嫣 萧嫣 最近跟风雷阁闹得火热的那个硝烟 只是有点冲突而已 小打小闹 小打小闹 可引不出废天那等老怪物 看来这场血潭之争又多了一个劲敌啊 好了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希望在天山台能再遇见阁下 到时或许有机会可以合作 天山台 不是说合作吗 你倒是告诉我天山台在哪啊 此地的能量如此浓郁 想必离天山血潭不远了 看来方向没错 抓紧时间 追上前面那些架子 嗯 慢请进 拉兰依然 快点解决吧 啊 识相的话 乖乖把通灵白狐交出来 否则 蜡手催花这种事 我们可不是没干过 怎么 动手 小心 他 化地猚显 。 — —— —— —— 地灵门的土龙之火 开散有些门当 在下地灵门黄天 此事与阁下无关 还请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这么多男人 联手欺负一个女孩子 说出去 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 小 萧衍 没事 多谢你出手相救 看来阁下 这是想要英雄救美了 现在立刻离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口气还真不小 兄弟们 上 几年未见 我还是被他远远甩在身后 实力不错啊 你叫萧衍 与风雷阁起冲突的就是你 萧衍 小心一点 他很强 他们为何要对你动手 为了通灵白狐 此灵物能免疫前方迷阵 对视线和灵魂力量的压制 并在迷阵中指引方向 之前碰巧被他们发现 我拥有此物 便被盯上了 我对你的白狐可没什么兴趣 那几个废物需要而已 我只是寿人之托帮个盟 白狐就别想了 你们走吧 这就难办 寿人之托终人之事 我王尘可是一言九鼎的 王尘 王尘哥的王尘 萧衍 要不将白狐给他吧 传闻着王尘 身性是杀 实力早已在动狂巅峰 放心 好 有破裂 不过太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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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手 小心 有啊 这王尘势力虽强 但对我没有太大威胁 你要我正好压制他的暗术性斗器 难怪能让唐营那般看重 的确有几分本事 今日之事就此作放 我会在天山台上等你 你没事吧 先找个地方 调理你的伤势吧 嗯 嗯 这次 多亏你出手相助 嗯 你 你也是想去那天山血潭 嗯 虽然以我的实力 想挤进前十 还挺难的 不过来一次 也算是历练吧 此次血潭之争 抢手如云 你老师怎么会放心 让你一个人前来 我总不能事事都依赖老师 想要变强 必须靠自己 这几年 你们在中州还好吗 这些年 老师带着我走走停停 遇见了许多人和事 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 老师说 心静了 人生才会风轻月鸣 那就好 我也要去天山血潭 你可以跟我一起 嗯 不会拖累你吗 我对天木山脉一点也不熟 你在的话 我也能省心不熟 嗯 那走吧 快到迷阵了 我们有通灵白狐 倒是不用担心 不过越靠近天木山脉深处 我们越要更加小心 特别要注意 不能得罪这里的原住民 士经蜀族 魔兽家族 实力如何 士经蜀族 虽然大多是二三间魔兽 但数量极其庞大 他们组长的实力 也是堪比六星斗宗的强者 进入血潭的十个名额当中 士经蜀族占据其二 这么说 只有八个名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士经蜀族 占据着地利 看来士经蜀族 确实不易招惹 真是憋屈 不行我们直接进去 试上一试 别想了 这迷阵极其诡异 没有通过之法 进去也是送死 难道咱们就这样 两手空空的回去 我可对不起这人 这 这 黄尘 黄尘 哼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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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哟 护花使者还真称职啊 竟一路护送到了这里 小妍 你该不会是看上这女人了吧 关你何事 哦 对了 忘了提醒你 那女人身上 能看穿迷阵的通灵白虎 可是个宝贝 一定要看好了哟 啊 通灵白虎 啊 啊 有星斗花 靠近十米范围者 误化 啊 —— 就得再等三年 他能耐再大 也挡不住我们这么高人 对 我们来一起上 还会在这女人身上 彩虹是我的了 你先进去 我在迷这门口等你 拦住他 写分 是浪圈 小子 手段挺狠的 竟然把这些家伙全部收拾掉了 不过你将这里弄得那么乱 难道就想一走了之 窦宗 这天龙山不是实力过强者不能进出吗 莫非他是 晚辈萧颜 拜见诗经蜀族的前辈 小家伙 眼光还不错嘛 小子鲁莽了 这些气球丹用来恢复斗气 效果还不错 还望前辈无怪 小家伙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顺眼 没事 这地方我会让人收拾的 那便多谢前辈了 老夫名叫金谷 别叫什么前辈 小家伙 你是炼药师吧 炼药师对我们魔兽一族来说实在是稀罕呢 行了 你先进去吧 有那小女娃的通灵白虎 通过迷阵不成问题 多谢金谷前辈 嗯 若这个小家伙的炼药水平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灵魂力量竟无法扩散 这迷阵果然几重 好 是我 这迷阵能阻碍视线和灵魂力量 不过 我们有着白虎隐喻 想要出去并不难 走吧 忽费 想要出去 想要 Lane 谋下 这是什么 少四个名了 没想到今年四方阁 同时把他们几个派了出来 真是倒霉 那小子 不会连这天山台都倒不了 请诸位坐好准 准备 创官即将开始 官是高看的 抱歉 来晚了 这是谁啊 什么事啊 希望没有耽误创官 这人是谁 赶得倒挺巧 不认识 我只知道啊 又多了俩人抢的四个名额 不过 这小子看着挺变熟啊 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是啊 到达这里都如此勉强 凤雷北阁 竟然连这种废物 都解决不了 等血潭之事了结 帮北阁签了他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也清楚天木山的规矩 只有通过了我族所布置的官司 才有可能得到另外八个名额 这次的关卡并不难 只需各位在半个时辰内 抵御着实际上的蜀巢阴波 顺利抵达山顶便算通过 蜀巢阴波阵 这... 士金蜀族的阴波攻击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士金蜀族最擅长的就是阴波攻击 能无视斗气防御 如此庞大的阴波齐发 恐怕窦黄都难以支撑 看来此次能够通过的人 不会太多 阴波攻击 道士与士虎最近阴波有相似 能否顺利通关 就看诸位的本事了 闯关 开始 提醒诸位 你们总共只有半个时辰 过时不后 女生主 你看 他们少了 金石前辈 花骨门狐牙 狐城 前来闯关 阴波阵 会随着人数增加而增强 你们可想好了 快 不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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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倆的实力竟然毫无招杂之力 换成是我们 估计下场也不会跑 这阴波阵果然极烧 待会你用斗气堵住双耳 跟在我身后 是金属的阴波 能直接侵入大脑 就算我堵住双耳 也没有用的 我能走到这里 已经是极限了 你不用顾忌了 阴波斗气 能否成功 我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我来 有戏 我怎么没想到 这 看看看 凤卿要上了 是 他还记性了 凤雷阁凤卿尔 见过金氏前辈 此行离开前 家师让我带他老人家 向您问声好 多谢雷尊者牵挂 日后有机会 定去凤雷阁一叙 开始吧 好快的速度 不过带着燕燃 我的速度都不法施成 这凤卿尔 恐怕已经将 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修炼到最高级前了 凤卿尔 凤卿尔 闯关成功 万剑阁地 孙子唐阴 拜见金氏老前辈 嗯 来吧 四方阁果然明目寻传 培养出来的弟子 个个都实力不俗 难怪能在中周 拥有着非凡的地位 皇冠成功 下一位 我们也上去吧 嗯 皇权阁王臣 见过金氏老前辈 开始吧 暗属性窦情果然怪异 皇权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 这王臣的实力 恐怕比寻常窦皇巅峰 还有强盛不少 闯关成功 下一位 新允阁穆青鸾 见过金氏前辈 青鸾小姐 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你的家族 让你拜封尊者为师 是个正确的决定 封尊者 他竟然是封尊者的弟子 没想到东转一圈 得来全不费功夫 金氏前辈 将个转中的操作 对 费替赏 方向 封尊者 从水里面 倒是忘了 这银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下一位 时间快到了 这消炎真沉得住气 只怕不是沉得住气 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 我都不行 没时间了 我也不行 晚辈消炎 纳兰燕人 见过金石前辈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被封了一个通缉的人 没想到 连费天都没能成功勤住的消炎 竟然也来了 没想到 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 你确定要带一个人 要不 你一个人上去吧 戴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石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嗯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您拨的攻击 嗯 如今的你 我已经忘成默契 我已经忘成默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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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能之辈 只会害人害己 别太早下定轮 消炎实力不弱 只怕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依我看 他早就山穷水尽了 他就是消炎 真人年龄虽然不大 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 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 三千雷动 果然如传言所说 萧炎不知从何处修炼了 风雷阁的三千雷动 萧小之徒而已 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着人冲出蜀巢阴波阵 你一个人闯这么慢 我不想拖累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说过 我会带你冲冠 我会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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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相 这 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 给他这么一杠 这银波阵的威力 可要被削弱不少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 闯关成功 下一位 你没事吧 谢了 恭喜 多谢 小妍 你的三千雷动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看刚才这速度 恐怕与风雷阁某些脚小者相比 也不遑多让 木青鸾 成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 等三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 让我来试试 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 我也期待着呢 也不知道 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 是不是运气 你自己心里清楚 看来四方阁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 木小姐 能否借一步说话 我马上回来 说吧 你有何事 请问风尊者 可是木小姐的老师 这事不少人都知道 你要问的不会就是这个吧 那木小姐可知道 尊师风前辈在何处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找老师 故人之徒 奉师命前来寻找风前辈 至于是哪一位故人 现在不太方便说 老师喜欢云游 平日很难寻见人影 不过 你若真想找老师 便在三个月之后 去风雷东阁吧 风雷东阁 害怕了 我可不是在逗你玩 三个月后便是四方阁大会 这次的举办地点在风雷东阁 我们心运阁自然要到场 到时老师也会去 三个月后吗 多谢木小姐告知此事 你不会真打算去吧 到时候风雷阁何处可会到场 你要自询死路不成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是你执意要去的 可怪不了我 不过 你若真是老师故人的弟子 或许到时他会帮你说情的 没其他事我就先过去了 终于有风雷者的线索了 小妍 辛苦前辈 创关已经结束 你跟我来一下 金氏前辈 小家伙 你可知道叫你来的原因 若是没猜错的话 想必是为了金氏前辈 体内的伤势吧 看吧 我就说这小子 绝不是寻成电药师 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 可有办法医治 怎么样 火毒入体 而且是深入骨髓 如此严重的火毒 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 想要驱除 极难 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驱除 真的 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 方法十分凶险 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 小雲先生 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 你能否彻底驱除我体内的火毒 好 其实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 只对在斗皇巅峰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 硝烟先生刚进入九星斗皇 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 难度不小 那京师前辈所受之法是 天木山顶的火山口 是整座山脉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 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便是这血潭之底 我誓今蜀族耗费无数心血 才将此地开辟而出 也正因为此地 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修炼到了七星斗宗 可惜 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 重斥着火毒 负责我族的实力 此乃我族密地 你若能在此处修炼 必能突破之斗宗 前辈体内的火毒 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 以前辈的实力 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 或一个九星斗皇 岂非更加凶险 你身怀一火刺等天地至宝 这火毒奈何不了你 这是开启血潭底部空间结界的信物 这笔交易你看如何 好 等小子从血潭之底出来 进入斗宗几倍后 定帮前辈驱出体内火毒 嗯 嗯 谢谢观看